好 这两人真的 第一次约会就跟团建似的 确实是工作关系 都是朋友 对 也尽力后边开始聊了一聊了 卖岁开始 我觉得还是对这个约会是有期待的 肯定有 他很开心 射箭的时候那会儿情绪状态都还行 但是从手链断的那一刻起 就完了 但是其实他们在这个过程里面聊到了一个话题 我觉得其实有在彼此的在磨合 这就是聊到了父母的问题 聊到了爸爸的问题 每个人父亲在自己的印象里面的感受也不同 那我们最有发言权的俩先开个头 那就马老师先来吧 我父亲其实是在我每一个成长阶段都扮演一个不一样的角色 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你会觉得你的父亲那时候特别的威武 因为确实那个时候他们在上海年轻建筑师特别特别时髦 我爸那时候还留长发你知道吧 就是那种扎一变儿 然后那种就整个就是特建筑师那个范儿 艺术家 艺术家 对就那个swag 可能那个时候就觉得 就我有一个特别厉害的老爸 然后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可能更多像一个合伙人 因为很多的其实很多的工作也都是我跟我父亲一起完成的 就是包括其实桃花屋也是在设计的方面 因为我跟他也有一起参与过很多 半个月前我跟雪芹刚见完马老师 马老师上我们那去看看我们 我就能感觉就是他这人这么可爱的原因 其实因为他爸也是个非常可爱的人 对 还说呢说要给我们做做做做顿饭吃 别了他做那个酸了 我说天哪 是节目组又给来下来了 对 那会你爸说是喝着香槟的 一会我给大家再做一顿饭啊 节目组说那个马老师马老师 您的飞机马上要飞了来 还挺挺期待 期待会我带着我爸看看你爸 这怎么的呢 这怎么的呢 没有没有没有 特别特别好特别喜欢马老师 就是他的心态永远特别年轻 那个马叔有什么家训吗对你有吗 对我妈好 对我妈好 别让你妈生气 三我我弟我爸 你妈妈三个儿子吗 在我妈面前我爸也是儿子 就是 因为经常我爸就是那种 我其他都不管 把你妈哄好了 你妈哄好了 你妈就不会来招我 这很甜 这甜的 这个真的甜的 太甜了 而且家里三个男孩宠着 只要是妈妈高兴了 大家就都高兴了 都好过 确实是这样 但是你爸会给你妈准备那种小惊喜吗 我他会他会 感觉是浪漫的 建筑师的浪漫 就是没什么我盖着弄房子 只是你的样子 只是你的名字 好多人都对我们家有误解 觉得我们家肯定是那种封建家庭 你知道吗 对 那这些不都你说出去的吗 我没说这 你说你严格吗 严格是严格 但也没有到那种严苛 对吧 是严格 你回家也有好脸 对啊 也不是说回家 好我爸我妈跟这吧 这个 中堂这正太师姨坐跟这 我旁边跪边了 太有画面感 不是那样的嘉评 你回家能站起来吗 一直趴着呢 进屋开始匍匐 没有 那绝对没有 我们家其实也挺那什么 尤其在我爸上岁数之后 他年轻的时候啊 他像是一个老板 对我而言 他像是一个领队 就是我们现在别冲 我们都别看 走啊 之前感觉他台上劲 老使不完 后来呢 他的嗓子也疲劳了 之前好像越流汗 越站得住 现在看出来是真累了 尤其三天两头的 真的 老给我发信息 老让我回家看看 是吧 他见不着我 他老给我出通告 你知道吧 就是他有一什么活 他关机给我安排一个 我特别不想去他的活 然后我经纪人就跟我说 求求你了 你回家看看你爸爸 要不你爸又给你打开活 你走吧 你走吧 我们现在就让你走 你回去 别我一会给大家做个饭 导演过来 挂着飞机 干飞了 我爸就是那种放养 就是孩子有可能会逃课干的事 网吧游戏听 什么录像听 对吧 在我上一年级之前 我爸带我所有的全玩了一遍 说爸爸带你都见过了 没有必要跟别人出去玩去 别好奇了 对 这个酷 对你有需要你就跟我讲 我带你玩去 就这样子有用吗 有用 有用 我一点兴趣都没有 就他们对什么网吧充满向往 我没啥意思吧 你跟谁去 我都跟我爸一起去 对 我跟我爸带我去的 就越捂着不让孩子知道 越好奇 是 我妈对我也是 她就是那种你诚实地对我说什么事都不是事 但是你不能藏着掖着然后你自己去鼓刀一些什么东西 对 我是觉得原生家庭对自己影响挺大的 我父亲 我爸爸妈妈 其实他们在我小时候挺缺席的 我小时候跟我外婆长大的 到现在我没跟我爸妈说过一句我爱你 但我心里是爱他们的 但就是无法表达 所以我每天都会对我孩子说 我说妈妈爱你 妈妈爱你 我觉得就是在我生活里的一些 我觉得有一些遗憾的地方 我可能会在下一代这里让我自己去做得更好 其实会表达会沟通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 因为这是一个交流的方式 是的 反正我们在这里祝福所有的爸爸妈妈 就是所有的美好都围绕着他们 好不好 好 好